接下来呢 讲今天的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南宋关尧的传承和影响 主要是讲四个方面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了解一下南宋关尧 它和汝瑶的成绩关系 因为前面讲 它跟汝瑶存在着 比较密切的一个传承关系的 那我们说无论从考古 发掘资料 还是公平传视频 其实都已经证明了 从汝关尧到南宋关尧 它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继承 和地变关系 那么这里讲的乳关尧 跟刚才的清凉式乳窑 其实还是有区别 因为清凉式乳窑 它是一个大的 它那个窑场里面的范围很大 然后它的生产的产品的总类 也是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 这个总类非常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 那么乳关尧呢 现在来看 是它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有别于北方的 就是像类似于 药州窑系的那一类 就是透透的带刻花 或者印花的那一类的 这个北方传统的清磁类型 那么它其实跟那个是 完全是 盼然有别的两个范畴的 它是像什么呢 就是它是颜色呢 是一种呈现一种天青色的 右色呢 是呈乳卓右的那种右色的 那么我们习惯上 我们业界呢 把这一类产品呢 是称重为叫乳关瓷 乳关瓷 那么南宋观尧这个 我们说它继承了乳窑所开启的 这一类就是宋戴观尧类型的 这一类清磁 基本传统 那么它的这个气物的造型 也是多件橙色 橙色器 橙色器刚才也都放了 那么而且基本呢 是光束五温的为多 装饰的有文饰的很少 它也是乳作右 然后它的右的橙色 也是以粉青或者天青为上 然后呢 它的气表呢 也是追求 就是像玉一样的这种质感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那么总体来讲 这种气层关系 我们主要是从气型 和骚造工艺两个方面 我们去考察它 去看它 首先我们看气型呢 就是 你看像这个 左边这个就是 清凉寺的乳关尧的 也可以叫俄进瓶 也可以叫藏进瓶 或者叫玉虎进瓶 都可以啊 这个是老鼓动的 出土的这个 玉虎春瓶 这是梅瓶 梅瓶 它这个都是继承当中 它又有自己的变化 左边这个是乳窑的 右边是观窑的 上面是乳窑的 下面这个是焦坛下的 担注盘 这个是老鼓动的 这个是一个直口喜 这个是刻画的连半碗 这个是老鼓动的 出土的 这个是焦坛下出的一个期待 展脱不能 展脱其实还是有区别 还是有区别 这也是宋代比较经典的一个事情 叫紫垂瓶 其实老鼓动的那个出土的里面 类似像这样的也有 这样也有 但是这个口言呢 它往外撇 就是平撇的 更加厉害一点 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那这个呢是 右边这件事 杭州城市建设出的一个 镂空的一个熏炉盖 熏炉罐的那个盖的部分 盖的部分 这个是乳官窑的 我们说工艺 工艺上来看 首先我们说从制作的角度 制作的角度 它们都不是一次烧成的 我前面也讲到 其实它在这个 器物在成形以后 它都要先经过一次速烧 然后再试诱 然后呢 再最后烧成 而且在无论是在这个 清凉寺乳窑 还是我们杭州的 这两个观窑椅子当中呢 都发现了有不少的 速烧批的堆积 速烧批的堆积 也证明了这一点 而且这个南宋观窑椅子的 作坊区还发现了 北方常见的这种 马蹄形的 就是这个成馒头窑类型的 这个速烧炉的这个痕迹 但是我们说南宋观窑 它其实在这个乳窑 速烧的基础上呢 它又经过了进一步的创新 创新它是采用多次上游 这个是它的创新点 那当然影响很多的 还有像窑具什么 我这里就不展开讲 那差异呢 主要是一方面 这个大家完全可以理解 因为一个南方 一个北方生产的 这个地域的变化 包括产品的原料 肯定都不一样了 所以它连带着 它这个生产的 这个制作的工艺上 它肯定也会有所变化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刚才放的那些 事情当中也可以看出 它是在继承当中 它也有自己的创新和发展 所以最后呢 再做一个总结 我们说从鲁关窑 到南宋关窑 这个几十年时间 时间不长 但是这个时间点很关键 就是它是宋代 也是我们中国陶瓷 古代陶瓷关窑制度 从初具规模 到基本确立的 这么一个时间段 这么一个时间段 那么在他们之间 在他们之间也存在过 比如说 徽宗建的北宋关窑 还有就是宋史南渡 在南宋关窑建立以前 曾经也设立过一些窑场 来为它宫廷制作 专门用这个宫廷用瓷的窑场 那么这些窑场呢 它都起到了一个重要的 这个传承作用 那目前 因为各方面的客观的原因 他们也是我们 目前这个研究当中的 一些薄弱环节 这个就是 其实还是有带着 对他们进行更多的关注的 接下来呢 讲一下南宋关窑 和龙泉黑胎青子 他们的关系 那我们说台南宋关窑 它绕不开龙泉黑胎青子 龙泉黑胎青子 因为他们两者 无论是从器型也好 还是制作工艺也好 似乎都存在着紧密的关系 曾经我们也采访过 故宫的耿老 就是耿宝昌先生 那么据他回忆呢 就是当时在民国时候 在上海的古玩店呢 古玩市场出现过大量的 这个黑胎青子 而且这批黑胎青子呢 就通过上海的古玩市场呢 又大量的流伞到了海外 那么当时呢 在古玩界呢 把这一批黑胎青子 全部都统称为叫 修内斯瓷片的 修内斯瓷片的 所以耿老跟我们讲 他从后来 这个了解的 这个客观的情况看 他认为 这个里面其实还是混杂了 很多龙泉黑胎 这个也说明了一点 就是这两者之间确实是比较难以区分的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要 要认清一点的是什么呢 就是观摇 观摇它的这个产品 它首先是因为黄虾需求 它是里面为先的 所以它在这个前提下 它才会形成相应的工艺 所以我觉得 无论这个观摇 它是受到了龙泉摇也好 还是月摇 无论是受到哪个摇的影响 我觉得观摇它就是观摇 从它的体系来讲 它是独立的 这个我是想首先强调的 那么龙泉黑胎青词 最早提出这个概念 是民国时候的 这个陈安里先生 陈安里先生 他当时在龙泉一带 这个考察这个龙泉青词呢 他在西口大窑等地区发现 并且首次确认了这个龙泉黑胎青词 这个概念 那么后来我们浙江省龙国考古研究所 在这个包括像大窑啊 包括西口啊 包括这个小梅 包括像这个石龙 包括像龙泉东区等等 就是很多地方都发现了 这个龙泉黑胎青词的这个摇指 可以说它是几乎遍布了 整个龙泉地区的 这个分布很广的 那么其中呢 右下角的这一件 龙泉小梅瓦窑路窑的 这个发掘标本啊 它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 唯一的一处 就是它是单纯烧制黑胎青词的摇指 单纯烧黑胎青词 别的它可能有的烧这个 白胎青词的啊 它那个那个不是单纯烧黑胎的 那么这个瓦遥路的这个这个黑胎青词 它的特点呢 很有意思 它的胎真的是极薄极薄 胎很薄 这个照片其实也看得出来啊 脆的样子 胎很薄 然后又呢也看得出来 它的右的拨化程度也是非常强的 然后它的开片呢也很密集 这个这个所以它形成的这个纹理啊 民间给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叫法 叫哈密瓜纹的啊 非常形象 确实是因为它这个纹路很明显啊 纹路很明显 那这个考古界判断呢 它这个窑场可能有可能 它是在做一些试验的 是一个实验性的窑场 也就是说它这个产品应该是不成熟的产品啊 那左边这件龙泉吸口窑的这个发掘标本 明显就要比它要来的成熟多了 但是它总体看 还是这个这个拨化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啊 还是比较强的 当然你看还有龙泉大窑的这个发掘标本 我刚才讲的就是比较难区分的 特别是这一类 这一类 这个从照片上啊 我今天忘了应该旁边再放一个老鼓 南宋城出的 那个很难判别 很难判别 这个这个 无论是胎和幼相似度都很高 相似度很高 那这个我们说虽然叶智 它告诉我们官瑶制作很精细 其实我前面我也强调了 南宋官瑶实际上 它的制作的前提条件 并不是说这个 从胎土的这个环节来讲 其实是不好的 它的胎的一个颗粒很粗 颗粒很粗的 然后这个 你看它为了掩盖的这个紫金的 紫金土这个灰黑色 它要采用那么大的这个力气 来把它改善它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如果把那个 两个就是老鼓洞 南宋官瑶的出土食物 和龙泉的黑胎青植的这个胎子 来去做一个比较的话 总体来看官瑶的胎 它会比龙泉的胎颗粒会粗一点 但这件这个大瑶的颗粒 相对来说也比较粗 所以呢这个 这个只是一个 大概率上来讲 也很规定啊 它也会有一些特殊性 所以接下来呢 我我想讲一下就是 南宋官瑶和龙泉黑胎 怎么去鉴别啊 那也是大方向上的鉴别 一个呢 我们去看它的圈足 看它的圈足 南宋官瑶我刚才讲 它的胎因为它颗粒比较粗 所以呢 它的圈足摸上去啊 有的它会有 往往会有一种杀力感的 但这个杀力感倒不是说 很利手的那种杀力感啊 很利手的话 那它又过了又过了 就是隐隐的还是有杀力感 但是呢 龙泉黑胎呢 几乎没有 还有呢就是 南宋官瑶它的那个圈足啊 它的那个修胎呢 它往往会修成直上直下修胎啊 但是呢 龙泉呢 它的那个修胎没这么讲究 它一般是就是批刑 批刑 所以呢这个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一般像大瑶 西口 有一部分也是跟官瑶 这样修成直上直下 所以这两个瑶口里面的 那批黑胎青子 确实可能工艺上 这南宋官瑶确实有比较紧密的一个关联度 那么我们说从技术难度上讲 这个直上直下的这个修胎大很多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 另外一个呢 我们说 看胎质 我刚才讲 南宋官瑶它尽管 它的胎颗粒比较粗 但是呢 很有意思 它这个胎质啊 又比较致密的 特别是它那个 那个那个 我们去看那个图片的断面 它的那个胎右结合呢 是很紧密的 所以它那个断层呢 基本上一般来说它那个断层出 它是很整齐的 很整齐的 但是呢 龙泉的那个情况正好相反 它大部分 百分之八九十吧 就是它尽管它的那个胎 它脸膜的比较细 脸膜的比较细 但是呢 它的那个胎右的这个咬合力 不是那么强的 不是那么强 所以呢 造成什么呢 就是它的那个断面 往往会成一种矩质状 但是呢 你看这个照片就是一个特例 这个像大摇的这个标本 它这个断面又比较整齐的 所以我们说 只是一个 大概率上来看 它每一种情况 它都有自己的特殊存在 还有跟我们去看它的右面 看它的右面 总体上看 南宋观摇青磁的右面 总体它的那种预知感 比较强的 比较强 也就是说 总体的肉眼的感觉 是比较滋润的 但是呢 相比较之下呢 龙泉的黑白青磁 它可能会显得干涩一点 那个右面 就是怎么说呢 就给人感觉 可能会惨淡一点 那种感觉 我记得好像 谁啊 就是也是搞这个 这个鲁涛斯研究的 就它有一个很好的形容 就是说 有点像 这个狱里面的 和田狱和这个鹅料的 那个感觉 和田狱就是很油润的 但是那个鹅料 看着是白的 但是你去看 就是干干的那种感觉 去水水的 就类似 像这种感觉 就有的时候就是 就是那种感觉了 你要真的要去说的话 又很难说 再一个呢 就是龙泉窑的 这个黑胎产品 它有些呢 它湿的又不够厚 还有呢 它的温度呢 也可能会偏高一点 偏高一点 这其他的一个情况 那么 有一种比较难分的 你比方说像这个龙泉的 这个黄釉的产品 这个是龙泉当地出土 考古发学出土的一件 转烟盆 这个就是黄釉的 我觉得 总体上看 我们从形上来把握的话 我刚才也讲了 南宋光耀一个基本特征 我们就好像判断一个人 你对他很熟的话 老远你就能够认出 他是张三而不是离四 那南宋光耀也是这样的 他总体上看 他的造型都很挺的 造型非常的挺 线条也很流畅 那么就给人最终的一个感觉 是什么 就是他的气度非常好 气度非常好 就像一个人 站立在地面 他是一个训练有素的 训练有素 他的气是往上提的 气是往上提的 但龙泉黑胎 我觉得相比较之下 就从这种气质感 气度上 可能稍稍还会逊色一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龙泉黑胎 跟南宋光耀这个 确实是比较难分 有些做得好的话 但是我们仔细去看 有些可能还是能够看出来 还是能够看出来辨别出来 那么总体上呢 要从圈足啊 开制啊 包括右耳 有的时候 你要三方面结合起来 可能最终可能才能够做出一个 相对比较理性的一个判断 接下来我们说歌谣的问题 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 我们说歌谣 大家都知道 宋代五大名谣 歌谣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关于歌谣的生产年代 包括它的谣口特点 其实它一直是众说分营 众说分营 其实一直是备手争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人们口中的歌谣 它的面貌其实是不同意的 跟别的所有的谣口不一样 它的特殊性就在这里 它的面貌不但不同意 其实有些非常大的 那么大致呢 分为哪几种呢 一个是传世歌谣 比方说这两件 传世歌谣 那么还有呢 就是原末名出文献记载的 杭州的歌歌动摇 歌歌动摇 有些人也把它说成是官歌不分的 还有呢 就是龙泉歌谣 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像 这个景泽镇生产的 哪里生产的 那个也算一类 那么因为它们的面貌差别实在太大 所以我们如果是 把它们这些都混为一谈的话 实际上只会把这个面貌更加的 把这个歌谣的问题更加的复杂化 是吧 因为你前提都没有把它搞清楚 你来谈这个器物的话 那只会更复杂化 那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我想着重讲讲这个传世歌谣 因为人们通常是把这个传世歌谣 和歌谣来这个概念是来画等号的 那么在一般的描述当中呢 对传世歌谣的这个器物的表述呢 一般认为它是这个胎呢 是灰色的或者黑色的 然后呢 它的胎体呢 一般都是比较粗厚的 胎是一般也不精的 比较粗厚的 但是呢很有意思 它的右层 它的右层往往显得很风雨 很风雨 也乳酌感也很强 有的像 有的人说它像猪友一般的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那它的右色呢 往往是成这样的这种 像这种米白色啊 或者这种月白色或者米黄色 这个是它的主打的右色 还有一个最典型的特点 就是它的右面 它是布满了大小不整的开片的 这是它的最典型的特征 而且它这个开片是什么 这个片纹它是人工着色过的 人工着色呢 它才形成这样的文武的 就是有浅有深的这个开片 所以这种开片 被这个有一个美称叫什么 叫金丝铁线 是吧 叫金丝铁线 所以这个呢也是成为了 传世歌谣的一个显著特征 那我们知道 实际上瓷器表面的开片的原理 它是怎么来的 它是首先它是因为天然形成的 因为它这个开合釉的 这个膨胀吸数不一样 但它不是说因为膨胀吸数不一样 在谣里面高温的时候形成的 不是的 它出谣以后开始收缩了 收缩了呢 这个收缩力不一致 所以导致了它 所以它会在造成以后 可能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面 还会不断地在开片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 所以我们说它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完全对把它理解成 其实是当时的一种公益缺陷 可能南宋关尧 它主观上追求的 它是不开片的 是吧 但这个公益它没有解决 但是呢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百宝总征集 这个南宋的这个古玩书里面 你看它里面就讲到就是有击耍文的 和没有文的都是很好的产品 这个说明什么 就是在它那个时候 就是南宋中期的时候 起码就是这些古玩商 已经把瓷器的开片 乳窑的开片 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审美来看待了 是不是这样 所以就是我觉得至少有一点 在这里是可以肯定的 就是宋以后后世 他因为这个官瑶这个瓷器 因为他极其稀有 极其稀有 所以这种浑然天成的这种开片 他就成为了这个后世人人默克 他追求的一种目标 追求的目标 所以就是你看像那个 我们杭州人那个高连的尊胜八件里面 他会有很详细的大段的表述 给他取了很多的名字 冰裂文 蟹爪文 包括那个什么扇雪文 梅文 墨文 是吧 这个尊胜八件你们去找来看一下 它里面有大段的描述 所以我觉得歌谣这种金丝铁线 我觉得大概的 其实也是受到这种新出现的 这个审美而产生的 事实上我们抛开现象看本质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这一类传世歌谣 就是后世仿造仿烧官谣的一个产物 那么而且当时因为对这个开片的这种审美形成以后呢 那就会很快就会有不同的地区的表场 对它进行仿烧 对它进行仿烧 所以就会产生的就是从自然形成到刻意的去模仿 然后从生产地域上呢 也进一步 比方说像江西啊 像福建地区啊等等 这个区域的进一步的扩大和转移 他们都有 当然随着记载 包括出土的情况 都有生产这一类的 带有显著开片特征的这一类 产品的这个生产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 它的结果 其实就是使歌谣在属性上 变得更加的一个复杂化 更加的复杂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 大家其实平时我们俗称的歌谣词器 很有可能并不是某一个谣少找的 我觉得从字典上讲 这个歌谣词 歌谣或者这个概念 它更像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概念 和别的这个谣口 这个概念可能还不太一样 而且对于收藏者来讲 他见到了这一类带有开片词器的时候 往往可能已经陷入为主的 就认为这个就是歌谣 就是歌谣 他可能也并不一定会去 具体的会去关注 哎呀这个 他的产地到底是哪里生产 一般来说就是 一概以歌谣去 去称呼他 去称呼他 所以这个 他的骚照的年代 有可能 有可能也并非是宋代 但是这个也不能完全否定 但是也有可能是元代 明代或者更晚 更晚这个都极有可能的 看一下这个就是三条有关 跟我们杭州 老虎动摇元代层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歌歌动摇 相关的史料记载 这个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时间也是比较紧张的是吧 嗯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看一些这个我们老虎动 元代层出图的 元代层出图的这些标本 这个是上海青埔 元代人事目处的 这个段耳屏 这个给大家做一个比较 嗯 这个是 这几件是元代层的摇距啊 左边这个就是写有八四八文的 这个图丁上面 右边这个呢 你看就画有老虎的 对就老虎动摇嘛 是吧 呃 所以 这几件摇距非常重要啊 他们是 其实是为 我们元代层判断 呃 提供了非常直接的一个物证 啊 很重要的一个物证 接下来 呃 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 我 简单讲一讲 南宋官摇 接着前面的那个 歌摇开篇的话题 讲一下 这开篇的审美 对后世的影响啊 对后世的影响 呃 我们从 目前所掌握的文献记载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到明代的时候 对宋代官摇 他其实是已经有极高的评价了 特别是从明晚期开始啊 明晚期开始 这个 作为这个官摇 醒目特征之一的 这个右面的开篇 他不仅是作为了一种 鉴赏对象 而且呢 已经成为了 进一步的成为了 当时的一种流行图案 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 而且呢 进一步演化成为了 跨越 诸多材质的装饰文样 装饰文样 呃 我们先来看几部 比较有意思的 文人画 这幅呢 就是明末清初 呃 成红寿的啊 成老年 呃 他画的这个 呃 南生鲁斯乐图里面的一幅啊 呃 呃 你看 他旁边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暗机上面画的就是一个典型的宋代的 尊世鲁啊 开篇的一件尊世鲁啊 嗯 嗯 这幅画呢 他其实我查过 他其实画中完成的时间已经到了顺子 清代的顺子年间的时候完成的 这个呢 是明代中期啊 呃 一个小单评呃 呃 右边这件也是很有名的啊 名思家 球鹰的一幅画 呃 汉宫村小图 其实他这个汉宫村小图 他想表现的是 汉代宫女当时这个生活的一个场景图啊 啊 这个呃 生活化很很很鲜明的一个一个一个场景图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岸上 你看他放了一个 就放了一个典型的 这个是宋代的啊 我前面也放过 这个就是宋代的那个指垂屏的这个 呃 样式啊 而且这个上面的开篇也是 非常的清晰吧 嗯 就是很看得清楚啊 这个这个开篇其实是很清晰的 大开篇的一点 呃 开篇 再看这个 这个也是 陈鸿寿的这个寿图图 呃 其实 呃 这个图表现的是 其实是明代比较明显的 就是文人他茶室的一个场景啊 喝茶的一个场景 呃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呃 明洪武的时候 朱元璋其实他下令对除了 呃 就是喝团茶的那个那个那个习俗 就改改为他那个是个喝茶 中国这个喝茶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 改为喝 改为喝散茶或者骗茶啊骗茶所以呢 呃 相应的就是喝茶的这些器具呢 一下子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那些明清的很多的这些门人画 呃 呃 你仔细去看一下他表现的那个那个茶室他用的那个茶具跟前面的就完全不一样了很简单 你看基本上就是一把壶 然后他如果他自己一个人呃自娱自乐的话他就一把壶一个杯呃弄本书看看 然后这个的话呢呃他因为是英国茶具啊就说明不是他一个人喝的呃呃呃这个 这个比较明显啊这个放大的比较明显中间呢是一个白瓷的一个小小茶杯 然后上下的其实他都是画的有开片的这个呃呃呃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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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呃呃呃呃 那么右边这一幅呃呃这个我打错了啊不好意思这个应该是华须清代的一个画家华须是就无子须的那个须啊 女须的须去掉一个女字旁那个华须打错了那个华须的一个侧页啊一个侧页呃呃呃 你看他这个画了一个落地的一个大画纲啊从这个从尺寸尺寸上判断的话 这个器器物的尺寸应该很大的应该很大的呃呃我们知道这个宋改观摇就观摇类型的这个 因为他那个因为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开土的特征啊所以他做不了大气的 所以我们南宋观摇从无论是出土的也好传世的也好现在制造的目前所知的最大尺寸呃呃可能也就40公分不到啊40公分不到的样子呃呃呃呃这个 但这件呢因为他是清代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断或是可以推断有可能是有紧德政做的这个呃呃呃跟骗扇啊 还可以做得比较大啊ghese的 那么下面这件呢一些写意的啊写意的八大三人画的一个平花ох hade了的疾病但是呃呃呃这个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用的图片用的不多 比如说像康熙瓷器上面很有名的冰霉文 它就是用青花固料画上去的 浓淡深浅的冰霉文 又有立体感又有美感也很漂亮的 还有还比方说像园林啊 建筑呀甚至是家具啊等等等等上面 其实我们都随处可见这个冰霉文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追根溯源这种审美 我们可以把它追溯到我们南宿关要琴词上面的这种 天然形成的这个开篇的这种装饰逆曲 我们说紫契它是泥土经过火的历练 而成为了一种永恒的看死不变的存在 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 它身上的开篇又是不有变化的 我们说可以说它是展现了大自然的一种无限的可能性 啊无限的可能性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在恒定当中啊 就有一个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么一个特质啊 因为这种特质呢它吸引了无数的后人啊 包括嗯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啊 对他的这种开篇这种审美的青睐和喜爱啊 呃我是这么看的那么最后呢呃对今天的讲座呢 做一个呃结束语啊我们说南宿关要亲辞 他作为特供皇室的特殊产品 他是和那个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民族审美 他是紧密相连的致辞降师 他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做出了 让我们今天都一直在赶配的这个作品啊 作品但是我们说南宿关要遗址 他的从他的发现的时间上看已经将近100年了 而且从距离他的科学的呃大规模的发掘 也已经过去了将近40年的时间 但是似乎我们对他的了解才刚刚开始啊 呃展望南宿关要的未来之路呢 我有两点小小的期待 一个呢是就是希望就是能够尽快的整理 并且公布以往的考古发掘资料啊 呃让社会公众包括我们这个这个广大的参加学者啊 能够了解这两个窑子的更多的一个面貌啊 呃因为这个交谈下遥址啊 交谈下遥址他迄今为止呃只是出版了80年代 那次考古发掘的这个成果 那么老虎动摇指呢 他是只是发发表了一个呃发掘简报 哦发掘简报 那么呃我是想其实是完全可以把交谈下遥址呃 呃像五六年那次的小规模的发掘成果 包括后来呃呃在南宋关窑这个筹建建设过程当中 从88年开始的其实也也建设过程当中也出了一些发掘资料呃 呃把它和90年代出版的那个80年代的那个发掘报告呃呃可以进行一个归总和整理啊呃呃 再进一步的进行严谨的呃呃呃缜密的解冻呃呃整义的解决啊 另外一个呢也希望能够呃�呃呐呃�ast的发掘报告呢 也希望能够早日的能够出版 这样呢就是能够呃呃呃呃 因为我们说南宋关窑 它的发展的过程 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国古陶瓷 发展游戏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所以我们只有把它放到 宋战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 我们去看待它 才有可能去真正的认识它和理解它 那今天我的讲座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